台东县政府社会处 为了提升台东的劳工朋友们 在工作的时候 能够有一个更安全 更健康的环境 特别开办了 职场工作安全宣导的活动 还邀请了专业的讲师 到现场来指导 生动活泼的说明内容 也让参与的民众感受深刻 这是晚睡到正后期 它会压迫到下面的神经 所以你会从这边开始麻 这边 好 按一下按一下 有没有摔 讲师一边做 一边跟大家说明容易受伤的动作 在场的观众摒弃宁神 专注地看着讲师的示范动作 想知道自己平常工作时 哪些错误动作 让自己这里酸那里痛 台东县政府社会处 为了提升台东的老公朋友 在职场中的安全意识与健康维护 特别办理了职场工作安全宣导 这一次的延续训练活动 那特别是我们利用了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的一个中小企业的工作环境的辅导计划 那我们邀请了县内60个我们的事业单位 那主要是针对我们在职业安全伤害这个部分 特别来和我们的这个事业单位的雇主们 那为了要提供我们劳工职业环境 友善环境这样的一个措施 所以我们特别办理这样的一个活动 也希望能够照顾到我们所有劳工朋友 在这个工作上面一个更好的一个环境 这肌肉骨骼伤害的问题看似不大 但是它却影响到劳工朋友在工作之后的休息的时候 感觉到生活上的障碍 或者是在工作上面的操作的时候会觉得不舒服 那会间接的降低了工作的效率 也会让劳工朋友觉得自己开始心里受到一些影响 间接去影响生活上的工作 那所以今天在这样子的一个课程里面 很重要的是台东县政府社会处劳工科 举办一个台东县的劳工朋友的一个课程 那除了是因为新的制度上路 然后希望劳工朋友可以注意自己的工作的环境 那我们很重要强调 肌肉骨骼的伤害是一个累积性的伤害 那我们也希望是由工作来适应人 而不是由人来适应工作 前来参与的民众透过讲座 认识到自己的许多错误知识 也觉得获益良多 有很大的帮助吗 有 因为我现在因为前身痛 所以我才知道原来我的知识很多都不对 今天来上课之后才知道 原来在很多工作时长上 我们的知识还有我们一举一动 都给我们老师给我们很多的一个矫正 也提醒我们在这个工作时长上 要怎么运行我们的职业伤害能够减到最低 我们这边最大的收获就是因为我们工作嘛 通常都不知道自己什么种知识会受伤 或者是不会受伤 那我们来这边上课的话最主要就可以避免说 我们某些某些知识会受伤了 或者是工作长期筋会去拉倒 我们可以做相对应的防范这样子 老公朋友们平时努力工作为社会做出贡献 但是魔鬼藏在细节里 有些细微的坏习惯或者错误动作 最后都会累积并且影响到日后的工作 最终搞得一身病痛也失去了生产力 乡亲朋友们可别忽视了这些小细节 借着廖婷娟台东市报道